韩先生介绍他想买一辆2023款奥迪Q5L 最后在浙江澳达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买了一辆奥迪Q5L豪华动感性的线车 落地36万多 4月12号来店里提了车 过了几天才发现 发现就是感觉发现型号不对 就是他给我 我又问他了 他说是给是22款改款 你说的23款跟22款到底有哪个区别 就是这个边框 颜色不一样 彩色都不一样 还有这屁股造型也是不一样的 这边感觉就是感觉要像趴着 然后然后23款感觉是就是翘起来那种感觉 23款的边框应该是什么颜色 这是白色的吧 像这种白色的 应该在这后面这边也是白色的 这里 那应该区别挺明显的嘛 对啊 那你当时没注意 也没注意这些 然后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是灯光也爱 韩先生说当时光顾着检查 车身划狠了 没注意这个 他机子翻出了一张图片 说是在第三方软件上看到2023款奥迪Q5L 图片上车子的部分边框颜色和他们这辆不一样 至于所谓的车尾造型 这张图上看不出来 韩先生现场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图片 他这辆车的制造日期是今年3月24号 新车销售订单上的名称是Q5L2.0T 聊天记录里4月15号 韩先生和销售说要的是2023年款 销售表示官方名字2022改款 车是2023年型 是目前在售的最新款 最终就是要给他给个说法了 卖的就是最新款的那个 指导价是4195 RD版本的这个车 就是目前Q540豪华的这个车 现在在市面上没有比他买到这个车再新的款 他买的就是最新款的 有没有这个22款改款这个概念 现在说实在的市面上没有分那么清 你要说这个现在基本就是新款老款 或者RD非RD 也有人说22款23款 那也可以说22年型和23年型 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就是说 目前两只这位先生买到Q540豪华 百分之百是这个市面上最新最新的 葛经理说老款的指导价是417600元 韩先生在手机上找到了一个第三方平台 一张图片里有辆车边框是黑色的 显示是2022款改款40T豪华动感性 葛先生回应还是要以官网为准 现场他们打开了奥迪官网的Q5L页面 这个条 这个 还有这个 我知道了 这个窗户边上 然后还有这个大嘴的 这一圈是吧 行李架 就是这个车灯这里 就是你那个车是黑的 然后你认为23年型是银的 对 这个我们选款上能看出来吗 你看这是官网 它肯定放最新的 4S店的一楼放着一辆奥迪Q5L 一些边框是银色的 不过葛经理介绍 这是时尚动感性的 和韩先生的配置不一样 大伙又去停车场看了看韩先生的那辆车 我鞋子我记得一些是这个看了都不顺眼 你说的不顺眼我真是解决不了 它设计是这么设计的 但你说你现在怎么解决 我可以给你办法 比如说我可以带你去社会问问 它改的话能不能改 能改的话多少钱 怎么办 我怎么还想要我那一块呀 你们当时提车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啊那块呢 当时交车的时候我们就看的划痕什么的 真的那些 这事接下来到底怎么办 韩先生表示还要再想一想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